我是一只不平凡的喵 属兔人2023年整体运势 对于十二生肖来说 每当进入新的一年 各个方面的运势肯定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2023年对于属兔人来说是本命年 也就是犯太岁的年份 如果这一年可以举行一些喜事 比如说置办房产 结婚天丁等等 便能够有效化解不利的负面影响 还会让生活变得更加平稳一些 总体上来看 属兔人这一年在很多方面都会受到极大的冲击 尤其是在事业和感情方面会出现很多问题 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 还要努力经营好工作和家庭婚姻生活 遇到问题的时候 不要胡思乱想 而是应该让自己变得更加务实一些 要及时寻求解决方法 虽然属兔人这一年生活中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不过好在可以得到两颗集星的帮助 且能够助力事业发展得很不错 江星可以帮助属兔人充分发挥个人的才能 只要他们能够保持积极上进的心态 必然能够从基层的普通上班族升职到管理阶层 岁架集星可以帮助属兔人得到领导的认可 能够在职场中持续升职加薪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岁架可能会导致属兔人在日常出行方面 增加意料之外的开支 比如说 可能会因为汽车碰撞破损问题 赔偿别人额外的钱财 这一年出行一定要注意 金贵 财星能够催望属兔人全年整体的金钱运势 可以给他们带来额外的钱财入涨 虽然属兔人在兔年间 事业和财运可以获得一定的进展 但是由于受到多颗凶星的影响 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不是特别好 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 一定要定期去做全面的身体检查 还要做好基本的护理工作 剑锋 凶星会导致属兔人受到金属伤害 可能会带来血光之灾 开车外出 或者是需要经常与金属打交道的人 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 此外 太岁 浮尸 和三行星 会给属兔人带来很多疾病和祸患 千万不能大意 平时应该将健康和安全放在首位 属兔人2023年财运 虽然是倒霉的本命年 但是属兔人这一年 可以得到财心金贵的助力 收入依然非常可观 只要能够做到勤俭节约 妥善理财 那么必然可以实现一定的财富累积 对于上班族来说 这一年升职加薪的可能性很大 收入会让他们觉得很满意 不过再翻太岁的年份中 做事不要过于冲动和激进 尤其是经商的朋友 今年不要盲目扩大生意规模 或者是深化业务领域 以免遇到不必要的危机 对于属兔人来说 今年是多劳多得的年份 千万不要妄图轻轻松松 就能赚到大钱 如果想要实现丰厚的财富累积 必须要付出特别多的汗水与努力 值得提醒的是 由于受到岁价薪的影响 可能需要经常维修汽车 出门在外也要谨慎小心 以免发生车祸 另外 在多颗凶星的负面打击之下 属兔人今年健康运势也很差 需要预留一些资金 用来看病 属兔人2023年事业运势 属兔人在本命年里 事业方面可以得到不错的发展 因为这一年 有两颗吉星 能够有效助力事业运势 持续攀升 江星会让属兔人 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 他们头脑会变得很清晰 能够带领整个团队锐意进取 还能够拿到丰厚的奖金和提成 下属的服从性也特别高 整个团队紧密结合在一起 效率非常高 能够帮助公司 引来更多的资金和项目 岁价寓意着皇帝出巡 可以让属兔人成为人群中 闪闪发光的存在 能够让他们因此 得到额外的钱财入账 不过对于属兔人来说 由于是本命年 千万要小心谨慎 不可冲动寻求改变 尤其是在职场中 不要在没有签署受聘合同之前 就盲目辞掉现有的工作 这样会让自己长时间 处于失业的状态之中 属兔人2023年感情运势 属兔人如果在去年将结婚生子 以及买房子这件事情 妥善做好了 那么今年依然可以延续 旺盛的运势 对于去年已经结过婚的属兔人来说 今年生子和买房子的可能性会更大 如果去年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那么今年可能会遇到一些头疼的事情 尤其是情侣之间 很有可能会分手 单身的属兔人 今年在职场中 可能会遇到合乎演员的异性 彼此会从工作上的合作伙伴 发展为恋人的关系 但是感情可能并不是特别稳定 同时 属兔人这一年千万不要短时间内 随意开启一段恋情 一定要深入了解对方 这样才能够确定 对方是否是值得托付之人 对于已婚的属兔人来说 这一年在婚姻生活中 可能会表现得有些被动 不太愿意主动和伴侣交流沟通 俩人还会因为小事情吵架 属兔人2023年健康运势 由于2023年是属兔人的本命年 健康运势肯定会变得很糟糕 再加上很多可怕的凶星打击 整体的状况会变得更加可怕 太岁 浮尸 三型 凶星会给属兔人 带来很多大病和小病 如果不能及时得到治疗 很有可能引发死亡事件 剑风 凶星容易带来意料之外的流泻事故 属兔人要注重身体保养 开车出行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平时还要尽量少接触各种尖锐的金属 如果今年想要化解血光之灾 那么可以考虑去洗牙或者是献血 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同时还要注重饮食和作息规律 不要暴饮暴食 也不要沉昏颠倒 这样才能有效增强身体抵抗力和免疫力 另外 浮尸同样很可怕 可能会影响到家中长辈的身体健康状况 属兔人今年要多多关注老人的身体 如果您喜欢我这部影片的话 请大家可以按个赞也分享咯 然后再按一个小铃铛 也收到影片最新的通知咯 谢谢你们咯 喵 喵 咯 咯 咯 谢谢观看